因为像拍《大魔术师》的时候 因为合作的演员是 梁朝伟先生和刘青云先生 我当时认为就是说 他们两个肯定是演得比我好 这两位我要怎么演 后来我想那我就不演 看他们怎么演 我怎么反应 对 我感觉梁朝伟先生呢 也是大家比较公认 香港的实力派的演员的代表 两位呢都跟梁朝伟合作过 周旭能不能够讲一讲 你们俩合作的时候 他带给你的一些 其实他带给我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为什么到后来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像纪录片似的演员 梁先生在听风者的时候 就点了我一下 说你就是发生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不要去演嘛 你抬手就是抬手嘛 你自然就抬手了嘛 人在最松弛的时候 才能是最睿智的地方 对 千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 进入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新戏里边 阿易这个角色 一身戎装 这边呢五色起的这个星星 背后呢有梁启超先生的 少年中国说 你怎么理解这个角色 其实我接的这两个 都是为了包销祖国 为人民还有祖国去做贡献 但是长安十二时山会更加沉稳 然后就是运筹帷幄的感觉 艳势帆阿易他就是那种特别热血 就是一心为了革命 对 然后就是那个热情我看了 我觉得我能演绎出来 就是我心里面是有的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拍戏是按感觉去演 还是说我要拿着剧本 就是揣摩很多很多遍 我是从拍戏到现在 我很少做这个文字上的准备啊 什么的 看我也不大记得 我主要还是靠感觉 因为我就是对剧本多看几遍之后 然后就最开始那感觉就没有了 我是怎么准备剧本呢 我第一次看剧本 是我一定把我当成一个旁观者 我要保持在我真正拍的时候 甚至你导演问我你要怎么演 我也许都跟他讲不清楚 我没法去讲 我一定是这样的 在拍这么北平屋站 我都会遇到这种事 我说我一定会强调这场戏 我一定会特别看重这场戏 就演成啥样是啥样 你说我现代片子 跟慈禁哥娃那个北京爱情故事 我们在故宫后河 和这个景山的前面 那不有一条河吗 其实我们说 就知道这场戏来 他就在那花台上 就在那耍 但是从来没有说 他往下怎么演 他啪一下就跳到我背上 就把我的脖子聊 但是我绝不断戏 我能够把它延续下去 真的就是用了那么一条 来自于生活 现在还有一个变化是 比如说我以前看 我就会哭出来 就比如说看很感动的地方 我都会哭出来 现在是我会控制了 我就把那个留到